我们设计了一个纯黑的环境 有多黑呢 黑到身手不见五指 人进入这个黑暗环境当中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眼睛完全失能 可是在这个黑暗当中里面 有一群人 是始终都在导演这些事情的 这一群就是视障者 所以在进入一个 特别设计的黑暗环境当中里面 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认为失能的人 这时候是正常的 我们所有正常的人 变成失能的人 来到这边 接触这个团体的视障朋友 透过这样的训练 可以让自己找到自己 存在的价值 然后因为一方面 我们以往也许 不晓得自己 其实是很有能力 去可以帮助别人的 火球 一个太阳 就是它是一个圆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它是有 那个温暖的光芒 一直在凝聚 然后也一直在释放 我本来可能认为说 我是一个还蛮周全的厅里 会去顾及到 team member 可是当有一些后续的体验 显现出来是 其实我可能太急了 所以我的team member 根本还没有去了解到 就是我的想象 或者是我的指令 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做了 那透过那个体验 我觉得在黑暗中的时候 当下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感受